上回书说到大明公主带着韦小宝,还有阿柯去寻找阿琪。 住在一家客店里头,第二天呢,大明公主在屋中盘坐用工。 韦小宝出去买菜,阿柯在门口等着,一会儿小宝买菜回来,阿柯让他陪着到山上去玩。 两个人到了山上,这个阿柯马上一瞪眼。 我告诉你啊,现在我就往回走,你要不跟着我走,我就一脚踢死你。 哎呀,我知道你对我无情无义,只要让我跟着你,就行。 你少废话。 我跟你说,没你我没能找着我师姐的,你干嘛要跟着,我就知道你缠着我不放。 姑娘,谁让我爱你呢? 谁让我喜欢你呢? 我可走了啊。 阿柯麦达布腾腾腾走下小山,往小镇上走。 韦小宝就在后边跟着。 我说呀,你就是把我碎尸万段我变成鬼,我已跟定了你了。 把阿柯气坏了。 一转身,啪啪啪啪,就是三刀。 这三刀下下真狠。 一刀躲不过去,韦小宝就得死在刀下了。 幸亏在少林寺搬入堂。 老柴石城官,教给韦小宝如何拆解阿柯的刀法。 这三刀下去,韦小宝躲开了。 韦小宝一看见真看我呀。 阿柯这刀啪,又下来了。 韦小宝没有办法拔出匕首,望成一举,哐哐一声,就把阿柯手中的柳叶刀给砍断了。 好你,我拿着半截刀我也剁你。 他没头没脑的拿着半截刀,就冲着韦小宝剁起来。 他是真恨韦小宝,韦小宝是真爱他呀。 得嘞,我打不过你,我跑还不行吗? 韦小宝一抹头,一撒的嘖,直接奔小镇跑。 阿柯是使足的力气在后边追。 你给我滚着远远的,我看不见你,你能活看着就杀你。 没想到他怎么追也追不上啊。 因为他虽然跟大兵公主学了武功,但是公主没把内功传给他。 所以按内功来讲,他的韦小宝是一个半斤一个八两。 这么追也追不上。 他一边追一边打。 好啊,你要跑到前面,你要上师父面前来告我,我还打你,我还砍你。 两个人就这么一成一后,就跑回客店了。 等阿柯一脚踏进客店,到了师父门前,刚要迈进去,就从里边嗚! 一阵劲风打到他的身上。 把他一撞,当时他站不住了,通通通往后倒退了三步,一跤就趴下来。 哎呀,阿柯是说坏了。 但是他觉得身体是软绵绵的。 身体也坐着一个人。 他忙着支撑着站起来,右手过去一按,正按着这人脸上。 他来不及细想了,停起来回头一看,正是心中最恨的伟小宝。 哎,你干什么? 他这话还没说完呢,两条腿一软,他再也站不住了,啪!往前一扑,正好趴在伟小宝的身上。 而且是趴在伟小宝的怀里。 两个人眼睛跟眼睛,也就相隔不到几寸了。 把阿柯吓坏了。 偏命的想站起来,可是浑身一点儿力气都没有。 你转头,你快,快给我起来。 伟小宝信说,我现在没劲儿了,有劲儿我也不扶你起来呀。 哼,正好是实话。 我这怀里有这么个千娇百昧的美女,我死在这儿,我也痛快呀。 我说,是你自己儿扑到我身上的? 我身上还没劲儿呢? 你怎么怪我呀? 行了! 师父受敌人的围攻,你得想办法帮他呀。 阿柯确实看见了。 他刚一进门,就看见师父盘腿坐在地上。 要手出掌,左手挥动衣袖,正在跟敌人搏斗。 对方是干什么的? 他没瞧清楚。 但是看出来了,绝不是一个人。 等他要仔细想看的时候,屋中一股强劲的风,就把他给逼出来了。 其实啊,伟小宝比这先到了两步,这遭遇跟他是一模一样。 也是一脚刚踏进去,就被进风给撞出来了,摔到地上。 阿柯一来,跟着也摔到他身上。 伟小宝这说疼啊。 但是他得起来,知道师太被敌人围困。 行了,你快起来,我好起来呀。 哼,你为什么躺这儿扮我一跤? 阿柯不能说别的,说别的能听啊。 问小宝没办法,想着也没法嚷。 行了,你躲开吧。 啊? 哼,早知道,我呀,往旁边爬三尺。 哼,我呀,爬三尺,这也不错。 你往过一睡,咱们俩就平躺在床上一样。 呸! 你还不想师父呢? 他赶紧就被屋门口跑去了。 望里头一看,只见大名公主坐在地上,发掌灰袖,跟敌人搏斗。 围攻她的敌人,阿柯看出来一共是五个都是穿着红衣服的喇嘛。 这五个喇嘛,同时出掌,出得这快啊。 大名公主一掌相还,硬把那五个喇嘛逼着都推到后边,身子靠着墙壁。 无法是逼近大名公主一步啊。 阿柯望天走一步,目中的进风就把她推出一步。 尾小宝这时望里头一看。 哎! 有个几个? 五个呢? 六个! 因为尾小宝在阿柯的旁边看得更清楚,有六个喇嘛。 这都是坏人吧? 废话! 是好人,还能围住师父吗? 哼! 不能从外表看人。 你看他们是坏人,没准还是好人的。 我是好人,你量说我是坏人。 屁! 你还废话呢? 说我的命要紧。 好啊! 六个喇嘛要害师太,瞧我的! 你有什么本事? 尾小宝跟阿柯望乌珠衣看个瞎坏了。 因为六个喇嘛,使掌力逼不了这个白衣女。 六个喇嘛就把手中冰人亮出来了,使六口戒刀。 六口戒刀同时望长度。 这个白衣女您秀丽掌风望出使出来了。 六个喇嘛吃不到她身上。 但是阿柯看出来了。 自己的师父头上已然冒出湿湿的白气,知道师父已然耗尽全身的力量。 因为师父只有一只胳膊,一只胳膊要跟六个持刀的喇嘛搏斗,她已然使尽所有的内力了。 你快去帮忙啊。 师父要盯不住了。 尾小宝一看,我有什么办法。 她一瞧呢,就在这墙角这儿,跟着一把条虫。 她抄起来,塞在门后头,她拿那条虫,往前一晃。 因为前面靠着门口,这是一喇嘛。 她想拿这条虫一晃呢,这喇嘛眼神一叉呢,她就能想办法帮忙。 没想这喇嘛横着拿戒刀往过一砍。 这条虫能禁得住吗? 这条虫被砍出来了。 到了尾小宝的脸上,条虫苗没多大劲。 可是这喇嘛借道中的劲儿,唰这么一砍,这劲就带到条虫上,这条虫就打在尾小宝的脸上唰的一声,脸上的血都下来了。 呦呦! 你别这么胡闹,这人救不了师父。 别着急啊。 尾小宝脑子里想主意,他的身子呢,不由得就靠近了门板。 嗯? 他觉得门板在颤动,又往那边挪了挪。 靠在了这个客房的这个板壁之上,觉得墙壁也在颤动。 哦! 尾小宝明白了。 四周的板儿全都是木头磨点灰呀,不是砖的。 嗯! 他再往里一瞧,他知道了,这是这些喇嘛跟师太动起手来这些掌风低的,所以这些木板在颤动。 好! 尾小宝有了主意了。 尾小宝拿着这匕首,就对着刚才萧条出来喇嘛的身背后。 嘶! 声音并不大。 咬着木板正好就扎到这喇嘛的后心。 因为匕首短呢,并没从喇嘛前心扎出去。 但是尾小宝这匕首锋利无比。 木板墙呢,也就一寸多厚。 匕首扎过去,这喇嘛大叫一声啊! 现在往下一捶,就靠着板墙,慢慢地做到了。 尾小宝知道得手了,又走到第二个喇嘛身背后,又是一匕首刺出去。 转眼之间,他就杀那四个喇嘛。 这窝里头还有两个喇嘛的,这两个喇嘛不知道这四个喇嘛怎么死的。 以为是白衣女衣武功太高了。 两个喇嘛多么要跑。 大明公主望起一站,唰一发掌。 这个掌力就积在一个喇嘛的后心之上,这喇嘛啪! 一张嘴鲜血吐出来,就死了。 跟着大明公主左手的一伏手的望起一伏,就挡着另一个喇嘛的去路。 腰手出掌如风,就点了这个喇嘛,身上五处血倒。 喇嘛扑托一声,就瘫在地上,动腾不了了。 大明公主踢了踢,死的是个喇嘛。 看见他们身背后都有刀伤,再一看墙壁上的窟窿。 明白了。 这是韦小宝暗中帮忙。 他用手一指被点中穴道的喇嘛。 你……你是! 他想问,但是下边问不出来了。 身着一晃作草在地上,一张嘴,口中的心血鼓鼓晕出。 这么回事儿,因为六名喇嘛全都是高手。 大明公主一个人抵住六个喇嘛,她的内力依然耗尽了。 最后一掌最后一扶,那是尽了最后的一点儿力气,所以她再也支持不住了。 把阿柯吓坏了。 尾小宝也吓坏了,赶紧过去扶出。 师父,师父,是他呀,您这是怎么了? 大明公主呼吸非常微弱,闭上眼睛说不出话来。 尾小宝就跟阿柯把大明公主抬到炕上。 跟着,公主又吐出不少鲜血。 阿柯没办法,只是流眼泪。 这客店的掌柜跟伙计一看,吓坏了。 这时候喇嘛死的死,伤的伤,他们才慢慢的忘过凑合来。 哈哈哈哈。 尾小宝手里拿了一口戒斗。 啊? 你们叫什么? 给我闭上你们的臭嘴,不然的话一个一个都给你们杀了。 呃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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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呃。 尾小宝取出了三顶银子。 每顶银子是五两,一共是十五两银子,他就交给一个伙计。 去,过两辆大车来,银子剩下赏给你了。 哦,是是是。 有钱真能使鬼推磨呀。 这个店伙计欣赏我得这么一银子,杀腿就跑,一会儿的工工,就把两辆大车过来了。 尾小宝又掏出四十辆银子来,交给挡柜的。 我可告诉你,这六个打嘛,是自个打架。 你杀我,我杀你啊,你们可都七眼瞧见了,是不是? 啊,他也不敢说是,也不敢说不是。 这四十辆银子,就算是房钱贩钱了。 然后他跟阿柯,把大明公主抬到了大车上,起过看着那棉被,给他盖到身上。 又让店里的伙计把那被点了学到的喇嘛,抬到另一辆大车上。 阿柯呀,你陪着师父,我看着他。 行啊。 两个人上了车,尾小宝就让大车沿着大路往南走。 他心说:"这个师太新手重伤,倘若再有喇嘛来,可糟了,干脆找个必定的地方,让师太养好了伤再走吧。 他要怕那个喇嘛呢,穴道解开了,自己不是他的对手。 所以就把大车上一条绳子抄起来,就把这喇嘛牢牢的捆在车上。 走了十几里地。 阿柯突然间让车停住,从那车上蹦下来,跑到尾小宝的车前。 你快去吧。 师父的气息越来越弱,自怕,自怕。 尾小宝吓坏了,赶紧下车去看。 大明公主确实是奄奄一息了。 你倒想主意,你倒想主意,这样没个大夫。 别着急,尾小宝突然间想起来了。 皇上曾经吃给过自己三十粒白药,是高丽国国王进贡的,说着药吃了之后能够强身健体,解毒疗伤,特别灵。 尾小宝立刻从怀中取出了一个瓶子。 嗯,我这有好药。 当时取出两粒,就搁在大明公主的嘴里。 阿柯取过水壶,问着师父喝了两口。 尾小宝借这个机会,就坐在大明公主的车上了,跟心爱的阿柯脸对脸。 我告诉你,师太服了药之后,不知道怎么样,我得时时刻刻看着她。 来啊,赶车。 两辆车继续往前走。 尾小宝就瞧着。 这个大明公主吃了两粒药之后,过了一盏茶的工夫儿,突然间出了一口肠气。 啊…… 慢慢地睁开了眼睛。 师父,师父,你好了。 大明公主点了点头,尾小宝又取出两粒药。 师太,玩药有效,再服两粒。 高了。 今天高了,我得用气化这药粒。 停车。 哎,哎,哎,赶紧停车停车。 大车停住了。 大明公主就让阿柯扶着自己,盘腿坐起来,闭目运功。 阿柯目不转睛地瞧着师父,尾小宝呢,却目不转睛瞧着自己心爱的老婆。 阿柯气坏了,眼睛露出星光。 哼,那意思非得把尾小宝瞪化了不可。 尾小宝脸上笑嘻嘻的。 心说现在你的师父在用功养身,你也不敢说话,我好好欣赏欣赏你的美姿吧。 就瞧着你的美姿,只是不吃饭,我也真开心死了。 阿柯实在气坏了。 这时候,大明公主慢慢把眼睛睁开了。 行了,可以走了。 再歇会儿,师太,没关系。 不用了。 尾小宝又取出了五两银子,分别赏给两个车夫。 你们呢,快走啊,以后我还要赏。 有银子车夫当然是高兴了。 大明公主却依然缓过来了。 小宝啊,你给我服的是什么药啊? 啊,是皇上赐给我的,叫血身玉蝉帆。 你是朝鲜国国王进攻的小皇上的。 啊! 血身给玉蝉,倒是疗伤了大补的圣药啊。 有起死回生的功能。 想不到,竟然让我碰上了。 这也是命不该绝啊。 尾小宝听他的声音虽然好了,但是气力仍然不太足。 阿科高兴了。 师父,您人家真的好多了。 是啊,死不了了。 哎,师太,我这还有呢,一瓶的全给您。 说着往上一地。 行了,顶多再服个两粒三粒的也就够了,用不着这么多。 尾小宝心说,都给您有什么关系。 哼,我这人向来慷慨大方。 师太啊,你心得要紧,这玩药有用。 下回我见到小皇帝,我再跟着药不就行了吗? 把这小朋友忘过一地。 大明公主摇了摇头,你呀,还是自己收着吧。 就这样,大车又往前走了一程。 大明公主就问。 看这地方好像挺偏僻的。 停下车,咱们问问这喇嘛,为什么要杀我? 哎。 尾小宝让车停住了。 看来看事外,前面有个山奥。 来来来,把车赶掉去。 车把是把车赶到山奥里,室外静悄悄没人。 师太,您等着,我去问他。 尾小宝拿着匕首,就在道旁边,吃着一下,隔下一根树枝。 随手随批,当时就把这树枝削成一根木棍。 他来到这喇嘛面前。 哎,我说老乡,您想不想变成一根人棍呢? 这喇嘛谁人被捆着? 他可看得见呢。 看在小宝手中匕首这么快,把瘦枝都给削成一根棍儿了。 啊啊啊啊啊啊,请问小爷,什么叫人棍? 人棍呢? 就是把你的两个胳膊削了去。 把你的耳的鼻子也全都削了,全像鼓刷的地方,全都给削平了,就是一条人棍。 好玩啊? 你要不要试试啊? 说着拿匕首,坐在这喇嘛的鼻子上,比划比划。 不不不,小小王,我不做人棍。 我不骗你,好玩就一个,坐一回就没关系。 恐怕不好玩,你也没坐过,怎么知道不好玩? 是不是? 他拿这臂头来回比划,这喇嘛之球的,小爷饶命,小爷饶命,小的,冒犯师太实在是不应该。 那好,我问你一句,你回答一句,你要说半句瞎话,我就叫你立刻变成人棍。 我啦,把你还种在这儿,加点肥料,浇点水,摘过个十年半个月的,说不定你还会长出胳膊,耳朵鼻子来。 不会,不会,不会,小僧,我一定如实回答小爷的问话。 叫什么名字? 为什么冒犯师太? 小僧,我叫胡巴音,是西藏的喇嘛,奉了大师兄,香吉之名,想想要生情这位师太。 韦小宝新说香吉? 我在舞台山就听过呀。 我再问你,这位师太好好的,没得见你们臭师兄,为什么你们这么大胆的对付师太? 说。 大师兄说,我们活活有八部宝经,让这师太,你偷,师太就借走了,请师太赐还。 什么宝经啊? 啊? 有什么要紧的? 哎呀,师兄说,要紧的,要紧的,就是用你们汉话说,四十二张经。 嗯? 你们这个臭师兄怎么会知道师太取得四十二张经呢? 这个小爷你要问,我实在是不知道。 真不知道? 真不知道? 我看你的舌头留着没用吧? 啊? 小僧就觉得实是不知道。 你们臭师兄在西藏? 怎么这么快就派你们出来了? 不是,小爷,我说实话,我们几年没在西藏,在北京,从北京来的。 美小宝点了点头,心中明白了。 这一定是老婊子暗中通了消息。 好啊。 我问你,你们这会儿哪儿吗? 武功比你高的,跟你差不多的,还有几个。 我们童文师兄一股十三个,给这师太打起了五个,还有八个。 好啊。 尾小宝心头打起了五个,还有八个,这八个喇叭,武功这么高,要是追上了师太病重在身,可怎么办呢? 到底,八个喇叭追上师太,胜负如何呢? 下回再说。 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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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